这张显卡你们认识吗? 这是十年前最强的显卡 AMD当年的卡皇 HD7970 是AMD2011年底发布的旗舰显卡 从它开始 A卡就用上了极为先进的GCN架构 结果这极为先进的GCN架构一用就是十年 它从老黄的费米架构熬到了安培架构 甚至去年推出的Zen3 APO都还在使用GCN架构 直到今天AMD终于愿意把核显里的架构换成最新的RDNA2了 这台幻13里的Ryzen9 6900HS就搭载了这样一颗顶级核显 据说这颗核显的性能甚至能媲美一些独显了 那我就很好奇了 这样一张超级核显的性能能不能战胜这张十年前的老卡皇呢?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6000系APO的性能吧 要说这6000系列APO和5000系列最大的不同 就是GPU从历史悠久的Zen3架构换到了风华正茂的RDNA2架构 这RDNA2架构可以说是AMD这几年来最风光的一代架构了 能耗比优秀 在桌面端 旗舰6900XT的TDP比起对手3090低了得有100W 只要咱们别开光追 性能也算能打个有来有回 甚至三星都敢找AMD去定制手机GPU了 可见RDNA2架构还是有点东西的 这次发布的几款APO包含两种规格的核显 一种是12CO的Redden 680M 一种是只有一半规格6CO的Redden 660M 680M的规格基本上等于Redden RX 6400 理论上应该是除了M1系列以外最强的内置GPU了 虽然它是RDNA2架构 但是6000系列里集成的这颗GPU 并没有搭配AMD招牌的无线缓存 而是搭载了2MB的GPU专用2G缓存 为了补偿无线缓存的缺失 AMD也给它搭配了LPDDR5 6400 或者是DDR5 5200的内存控制器 带宽相较于上代应该还是高出很多的 除了换上RDNA2架构的核显 6000系列APO另一个比较大的进化在于用上了台积电的6nm工艺 加上新设计的电源管理机制 理论上会带来更高的能耗比 但它CPU部分的架构和上代相比 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就不必期待它的同频性能能够有所提升了 我们接下来的测试里也会来看看CPU部分的能耗比表现 对于APO或者说是SOC来说 除了CPU、GPU以外 其他的外围单元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这次提供了对USB4、PCIe 4.0的支持 以及终于换上了全新的编解码单元 如今不管是英克尔还是苹果 似乎都更加在一起硬件编码器的表现了 可是AMD上代5000系列里面的编码器却是垫底水平 我们也会来看看6000系列能不能在这里一血前耻 为了测试这颗新的APO 我买了一台ROG的幻射三 搭载了6900HS加3050Ti的配置 内存部分则是板载的LP DDR5-614 这样的内存带宽基本上就顶到它所能够支持的天花板了 我又买了一台5900HS的笔记本来对比一下两代的CPU到底有多大进步 好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测试 首先是CPU部分 先来跑一下Cinebench R23 在Turbo模式下 6900HS可以跑到多核14000多单核1550分的成绩 在这个模式下 幻射三的6900HS是能短时间跑到65W 长时间跑到54W的 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轻薄本来说 CPU很少会放到这么高的功耗墙 所以我们打算试试 在从45W到25W的不同功率限制的情况下 6900HS的表现如何 看来这台积电6nm和它的功耗优化还是有用的 虽然说都是认三架构的CPU 6900HS基本上每个功耗档位都会比5900HS高出10%左右的多核成绩 即使是降到25W也没有影响到单核PBO的水平 单核分数依然保持着1550分的高位 虽然说风质性能确实没什么惊喜 但是能耗比还是有看见的进步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6900HS在同为35W 工艺还落后的情况下 R23的成绩和M1 Max的差距也不过10%左右 和英特尔刚发布的1280P相比能耗比也算是薄重之间 6900HS的优势主要是在35W以下功耗较低的部分 优化后能够有这样的能耗比表现 对于Zen3这个已经发布近两年的冷饭来说 已经算是差强人意了 接下来我们固定到35W来看看其他应用场景中的性能 TZB压缩解压测试中 6900HS和上代的5900HS相比几乎完全没有进步 Zen3加还是那个Zen3 这一项里 6加8核的1280P凭借着更多的核心在压缩性能上更强 但Ryzen的缓存在解压性能上帮了大忙 至于4核的11370H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不属于这个时代 在PCMark10的All-Base测试当中 都使用Zen3架构的6900HS相比上代的5900HS 几乎没有什么提升 相比之下 还是6加8核架构也更新的i7-1280P 更适合重负载下的办公应用 不过应付日常办公来说 这些处理器都是绰绰有余 除非有非常重度的那种Excel学校 否则你选哪个其实都能够胜任 简单测试了一下6000系列APO的CPU部分 还是Zen3架构 性能上没什么惊喜 但是能耗比不错 从图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功耗低的时候 8核心的6000系列APO 已经能够发挥出大部分的性能了 这意味着它很适合轻薄本的用途 但当功耗进一步上升的时候 规格更大 6加8核的12代就开始反超了 这个曲线对于像6900HS这种 相对低功耗的处理器来说 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你就是需要性能 也不在乎功耗 那么游戏本上用的6900HS 相比于规格更高的12代 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GPU 这也是6000系锐龙APO真正全新的部分 RDNA2架构 12CU 这几乎就是一张Riden RX6400 除了没有独立配备显存和没有无线缓存以外 其他的规格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核显里也算是独树一帜的水平了 换13位这颗APO搭配了LPDDR5 6400的内存 这也给了它比较充裕的显存带宽 我在AIDA64里的GP GPU测试 实际测出了接近80G的显存带宽 这应该是这颗APO所能搭配的内存的上限了 所以我们这次给它找来了1050Ti和10603G两个对手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和低端独显一战的能力 另外呢 这张老卡皇HD7970也会加入战斗 来看看10年过去了核显是不是有了和当年的老卡皇一战的能力 在3DMark Time Spy的测试当中 6900HS得到了2700多分的成绩 而2.2技能的6800HS也得到了2600多分 而在实际游戏当中 两者的成绩更是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接下来我们都用6900HS来代表6000系APO 来横向对比其他对手 至少在Time Spy里面 6900HS的分数已经达到了5900HS里VGA8的两倍 比起英特尔的差异核显也强了50%以上 甚至6900HS的分数也超过了7970和1050Ti 虽然RDNA2确实在Time Spy里面有着新架构带来的加成 但这个表现已经让我非常期待它在实际游戏当中的表现了 那么第一个游戏我们先来挑战一下 老头环 看看在3DMark里干掉老卡皇7970的新核显 能不能流畅玩老头环 那结果呢 测试还没开始 我就被摆了一道 老卡皇7970因为驱动已经停更了 所以老头环这游戏压根的进不去 主界面还没出来就直接闪退了 老显卡的问题就在这里 即使你的性能可能还没有过时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也有可能直接没法跑现在的游戏 不过呢 好在其他几位选手还是能正常运行的 690HS在1080P分辨率高画质下只能跑出40帧的平均帧 虽然说它比起差异和上代的Vega 8那种不到30帧的帧数表现还是好很多的 但依然是没法好好玩的程度 参数的显卡里面只有老甜品1063能够跑到接近平均60帧的水平 1050Ti的表现也只是略强于690HS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稳定60帧去跑老头环 那1080P低画质下除了1060以外 其他选手依然做不到 直到你把画质降到720P高画质 690HS和1050Ti才跑到60帧 但这个代价就是720P的模型画面了 但至少690HS能让你在60帧玩老头环 那你看看其他两个核显选手 和690HS都要差出50%了 那我觉得那种游戏体验不如还是省下买这个游戏的钱吧 不过和3DMark里干翻1050Ti的表现不一样 实际游戏中即便是目前最强的核显 在面对中低端显卡时依然还是差点意思 而在知名的硬件杀手赛博朋克2077当中 凭借着参测显卡当中最新的架构和驱动 690HS核显甚至跑到了接近于1063的成绩 虽然它在1080P的低化质下还是做不到平均60帧的程度 但比起12700H的XE核显和5900HS的VGA8已经是被杀了 至于老卡皇7970在2077里的表现居然远远不如690HS 2077的测试结果充分说明了新架构和新驱动 在采用新技术的游戏里还是会有优势的 而且拜RDNA2架构所赐 这个核显也是目前支持光线追踪的最弱的显卡 虽然说把这个性能你开光追和自杀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但反正有就比没有好 接下来是已经推出有一些时日的荒野大标科2 它在这里的性能基本上和老卡皇7970以及入门卡1050太接近 看来在不那么新的游戏里面 这个核显的的确确就是这种级别的性能 接下来就是曾经是Only on PlayStation的战神4 先说帧数 其实锐龙6000里的核显并不弱 甚至已经干掉了7970和1050太 大幅领先于X1核显 比起上代的Vega8已经接近于被杀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索尼第一方游戏里面 PS4有特殊的优化加成 7970这个远强于PS4 GPU的显卡 也刚刚能做到原版PS4的1080p画质30帧而已 新核显也依然战胜了老卡皇7970 这是这个画质好像是有点问题 这个地上的贴图 树上的贴图怎么这么模糊呢 难道我玩的是手机版战神吗 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用这种核显本 并不是为了玩3A大作 更多是偶尔玩一下休闲游戏和网游 在CSGO 1080p低化之下 它只跑出了略微高于差异核显的成绩 除了台式系的12600K的CPU比这些笔记本强不少以外 我猜测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CSGO它是一个非常吃优的游戏 CPU和GPU需要去共享LPDDR5的带宽 可能会出现抢带宽的情况 所以说帧数就不算很好看 和几张独显相比来说 差距就被拉大了不少 在原神里面 1080p中画质下 新核显跑出了60帧的平均帧 这是第一个能说流畅玩原神的核显 比起差异来说还是强了不少的 不过如果你要开高画质 那依然还是跑不到60帧 要想1080p真正的画质拉满去玩原神 你最好还是用一个1060级别的显卡 只能说米哈游的优化看起来还是相当米哈游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都搭配各自核显的情况下 在Adobe全家桶里面 6900HS的表现如何 在这个测试环节当中 几颗处理器我们都固定在35W的功耗下面 PS相对来说是最不适显卡加速性能的 那CPU的单核和多核性能都很重要 在这项测试里面6900HS和上代的5900HS差别不大 基本上性能的提升就是来自于工艺优化后所带来的频率增益 PR当中除了CPU本身的性能以外 GPU加速也是关键的一环 不管是蓝队还是红队 它们都不支持CUDA 所以就要看它们的驱动对于PR的优化程度 以及边界码器的性能了 然而在这个测试里面 6900HS的表现依然是不尽如人意的 虽说比起5900HS还是有不小的进步的 但是在1280P和差异核显面前 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这些又远远比不上RTX3050加上6900HS 或者是M1系列的表现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买的是一台用来剪视频的笔记本 那我觉得你还是买N卡或者Mac吧 AE自从支持了多核渲染之后 CPU的核心数也终于变得重要了起来 而显卡的加速能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AE的性能 在这项测试里 这几颗CPU的性能表现基本上就和它们规格的差距一样 四核的11370H首先出局 6900HS和上台的5900HS相比略有提升 但在i71280P面前还是欠了一些火候的 看来虽然能耗比有所提升 但Zen3毕竟还是比12代架构上的先天是弱一些的 在CPU比重比较高的应用里 蓝队还是要少胜一筹 6900HS的RDNA2核显 除了带来3D性能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外 另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视频边界码器 也许是因为做视频的人越来越多 虽然说生产力并不等于做视频 但是这两年各家都开始卷起了边界码器的性能 毕竟比起通用数理器来说 专用加速电路的效率还是高多了 下一代的Vega核显自带的边界码器可以说是拉垮到家了 我们用Adobe Media Encoder把一段4K H265视频 分别转换成1080P H264和1080P H265视频 来看看分别限制35Wh 6900HS和其他几款处理器用核显加速的情况下 视频转码的速度 以及加入英伟达独显之后的转码速度 同时我也用纯CPU模式跑了一遍 你别说还真跑出了很有意思的结果 GPU本身的计算性能和内置的边界码器性能 都会影响这项测试的结果 在只有核显加速的情况下 6900HS比起5900HS快了真的不是一点点 更搞笑的是 5900HS的VEGA核显竟然起到了核显减速的效果 用上核显加速居然比CPU自己跑还慢 看来之前VEGA核显里面最短的一块 这次还是补强了不少 但比起1280P的差异核显来说 确实还是差了一些 比起GPU性能近似的ME也有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1280P的差异核显表现似乎不是非常正常 这个成绩和CPU自己跑相差不大 反而在关闭旋律加速以后 然后再开启硬件编码的情况下反而会更快 不知道是不是新产品的驱动问题 差异核显在搭配N卡的情况下 还可以联合加速 我们之前在做12代移动酷睿的首发测试的时候 12700H加3070Ti甚至能够跑到接近于ME Max的速度 但6900HS的核显对于3050Ti就几乎没有什么加速效果了 一起开的情况下也就比3050Ti的孤军奋战快2-3秒 不过和5900HS的核显减速比起来 那6900HS这次用上的6900XT同款视频编码器还是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而在纯CPU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6900HS和5900HS性能基本上一致 毕竟同功耗 同架构 只是稍微优化能耗比 这个表现也在我意料之中 和1280P和ME Max的CPU对比的话 Zen3加速这两个兄弟就确实要稍微弱一点了 但是如果你去跟只有4加4的ME去比 两颗8大核Zen3还是有着碾压性的优势的 接下来我们来试Blender 刚开始我其实是想知道这颗Redden 680M核显 到底能在Blender里面有多少程度的加速 毕竟Blender它说是支持RDNA架构的A卡加速的 结果我发现Blender其实并没有支持Redden 680M这个核显 因为太新了 Blender对A卡的支持是白名单制的 英特尔核显就更不用说了 软件就根本不支持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去看看CPU和590HS差多少 顺便也看一下N卡和3.1版的Blender 新加入的苹果Metal加速性能到底如何 这个部分我们依然锁定35W的TDP 纯CPU部分690HS还是要略弱于i7 280P的 毕竟不论是规格还是架构都要稍微落后一些 这个差距其实并不算很大 而相较于5900HS来说要略强 毕竟同功耗下能耗比优秀的那个频率高 性能就好 M1 Max的CPU渲染时大概是30W左右 它要比这几位对手稍微再强一点 至于4加4的M1的CPU性能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不够看了 过时了 多核才是正义 看来目前的能耗比上来看 Mac阵营确实稍微好一些 但加入了CPU之后就截然不同了 老黄可不弱 哪怕是3050Ti 也直接让渲染速度从三分多钟变成了30多秒 3060更是只要17秒 连这些CPU自己渲染时候的零头都不到 N卡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可以说是独树一只 光追单元 那可不是乱家的 至于另外一个支持显卡加速的选手 M1 Max就要50多秒 那比N卡还是差的远了 毕竟它不支持光追 Metal的支持也不像CUDA一样成熟 质的差距 只是可惜现在我们还好不了690HS核显的渲染性 如果以后能跑了 我可能会在小号发个动态分享给大家 前面说了 这代Zen3加APO除了核显之外 最大的提升其实是能耗比 虽然本质上都是Zen3架构 但6000系列用上了台积电6nm工艺 改进了电源管理机制 但是测续航这件事其实意义就不大了 因为每一款笔记本都有很多的 除了处理器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去影响续航 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测试 来看看6900HS和5900HS能耗比有多少差别 我们把两颗APO的功耗分别限制在 从25W到50W每5W一共是6个档位上 然后去记录每一档下跑R23半分钟之后的 HWinfo测出来的平均等效频率 这个时间下是不会触及到散热瓶颈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同样功耗下两者的频率差距 然后让5900HS继续往上跑 跑到和50W的6900HS一样的频率 然后再去看看这时候它需要多少功耗 最终我们得到了这样一张图表 可以看到6900HS的能耗比和5900HS相比 还是有明显进步的 但这个差距会随着功耗的上升逐渐缩小 25W的情况下会差到250Mbps 但到50W的时候就只剩下不到200Mbps的差距了 这个结果可以得出两个情况下的结论 对于比较低功耗的应用场景下 比如说像日常办公、上场网这种情况下 6000系列会有明显强于5000系列的续航表现和发热表现 但6000系列并不只有轻薄本的版本 比如说像游戏本可能有80W以上TDP的这种 6000系的APO什么6900HX系列之类的 那CPU部分提供的性能比起5000系列 那就会非常的小 所以6000系列的这个特性让它在轻薄本上优势更大 尤其是隔壁12代的这个能耗表现真的算不上很优秀的情况下 我觉得6000系的这个感觉很像一个X86版的ME 其实6000系锐龙APO发布的时候我个人是不太看好的 那毕竟CPU部分依然是炒Zen3的冷饭 GPU部分虽然说有了巨大的提升 换上了现代化的RDNA2架构 但我认为这款牙膏确实来的有点晚了 5000系Zen3的锐龙毕竟是和RDNA2 6000系独显同时代的产品 本身就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半代产品的出现的 那不过6000系应该只是钱菜 今年底明年初的笔记本端CPU市场才会更加热闹 Zen4加上RDNA2的APO已经在路上了 苹果的M2加速应该也不会很远了 英特尔的13代酷睿应该还会继续扩大规格 所以咱们就走着瞧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查安点点赞进来个素质三连也别忘了关注我们频道 也别忘了去我们的淘宝店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 那不过现在可能发不了货 那等到上海疫情结束之后再说了 好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